该死 周子剑 还真是想看你了 难怪你曾经是第一天剑子 看来是有点实力的 只是我们两人如果还杀不了你 那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是啊 所以赶紧拿出真本是吧 我杀了他 我可要带着你们所有人的臂章走了 狂妄 这家伙 看起来嘻嘻哈哈 应该也很不简单 好好好 行 我闭嘴 你们慢慢的啊 杀 杀 双剑 真的很适合他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不必关心我 你看你周师兄 现在是不是占上风了 果然 走 你 紫杰兄 厉害厉害 笑什么 废物 林兄 我只是感觉 周紫杰的双手剑 真的很强 鱼木 你的所有臂章归我们了 你最好拿过来 你们呢 我没听错吧 要这么说来 这整个天剑森林内 摆个臂章都是你们的 甚至那个金黄色臂章 也是你们的 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去拿呢 有嘴滑舌 我这就拿你气道 我是紫剑兄对手 就想来捏我了 还是不出镜了 柿子要捡软的捏 不过你们选错目标了 那周紫杰才是软柿子 你们给我记住 是报此仇 走 多谢 周师兄 你还谢他 不是他 那林少杰和金正宇 怎么可能会找你的麻烦 不用谢 举手治劳罢了 这几个臂章 算是刚才对你的补偿 给 毕竟县女人危险之中 没有你 还不一定能如此轻松 解决这两人呢 我所有的臂章 都给你 算是补偿了 现在你身上 将近有二十个臂章了 应该是最多的了吧 行 那我就告辞了 白师妹 这一笔章给你吧 这些笔章足够我尽声了 给你一个笔章 你可以换取一枚旧品丹药 至于他 是个有意思的人 云木 我看他就是胆小怕事 他刚才只用了一招 连剑都没出 就击败了林少杰和金正宇 郑师兄 我一直以为 你是使用单手剑 没想到 你双手剑也这么厉害 只是受人指点 一点便通罢了 愚蠢 刚才干嘛冲撞硬汗 把臂章送往周子仙 闹子找抽啊 现在只剩一天了 啥都没有 羽木 嗯 他该死了 他出为了 你连reck地